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專家開咪 請到這位嘉賓,就是廠商會會長史立 Hello,市會長,你好 市會長,今天應該很忙 因為第五十七屆展會 今天到明年一月八日 一年二十四日在維園舉行 今早已經正式開幕 知道你今早去過現場,情況如何? 非常之好,都很開心 開幕之後 在頭一段時間已經很多人入場 人頭湧湧 甚至乎在未開場之前 都等定了 因為很多市民都渴望 搶到一元的產品 一起衝進來的時候 買一元的產品,很划算 今年其實有十個展區 有什麼特色呢? 和往年又有什麼不同呢? 今年的特色就是 重頭都是一個 我們的美食回歸 在我們美食廣場那處 在疫情之後 停了幾年 今年開始 而且我們今年還加入了 這些有酒精類的飲品 不單止有得吃 以往是沒有的 以往是沒有的 今年也有一些 紅酒、白酒 甚至乎是手工啤 雞尾酒、日本威士忌等等 希望令到我們入場的市民 可以有得吃 有得喝 有得看 有得買 一個加連華式的活動 是否響應 政府的日夜繽紛的活動呢? 沒錯 我們也響應的夜繽紛 延續的時間 多加一個小時 到九點鐘晚上 更加在聖誕期間 再多加一個小時 到十點 如果大家如興未盡的話 銅鑼灣那裏還有很多餐飲 希望大家 大旺了整個市場 一刻出來消費的時候 我們九點鐘關了之後 就去享受大餐 我覺得 延後一個小時才關 其實都有個好處 因為有些朋友 上班 下班之後可以去 吃完飯之後也可以去 剛才會長說 紅色假期的幾天 還會延長多一點時間 到十點鐘 可以帶活回周邊的 一些食肆和餐飲 因為始終 你現在說的 政府夜繽紛的活動 都是希望帶活回整個市場 而公子妹方面 位處就是維園 真心的地點 所以應該是不同的商會 周邊地區的商會 都應該會是歡迎的 剛才說的 參展商有超過400個 當中以哪一類型的營運社為主 跟疫情前的數目比較又是怎樣的 跟疫情前 我們這次還有增長 有6%增長了 我們參選商都很著弱 增長最多都是一個 吃東西的地方 而有很多市民 大家如果行公展會 都知道的 就是有很多 聖誕新年期間 農曆新年快速到 就會買一些 假裝年貨 海味等等 他們都是十分之受歡迎的 香港人都很喜歡吃的 其實我很關注美食廣場 熟食區 今年就會回歸 市場都很期待 當然是否應該有試食環節 沒錯 今年又不用戴著口罩 可以任你試食 每個人賣產品 咖啡也好 其他賣熟食的也好 可以盡情去享受香港特色的美食 不單止是香港 甚至乎是外國的美食都有 那預期呢 即是反應或者入場的人士會怎樣 一年的二十四天的展期 一年二十四天的展期 我們預計呢 根據個案的成績 有成過百萬的 過去呢 也都是有很多 內地的市民來到香港打卡 因為這個畢竟是香港 香港一個戶外的展銷 一個城市來的 不單止可以大動香港的 內銷消費的市場 也都是很多香港的市民 都是留在這裡消費 因為剛才你都說了 因為在這裡的維園那裡 交通便利 市中心那裡 那內地的市民過去來到入場 也都拖著行李來買的 我們也有些巴士載他們 我們希望可以除了人流 消費程呢 希望可以打造十個億的一個差額 當然公子妹對於香港人來說 也有個情意結 小時候可能跟家人去 大了之後呢 就自己去 然後有子女可能帶些子女去 逆後服償呢 當然現在呢 有些不同 不少人都有外遊 報復式外遊 以及北上消費 那怎樣看目前的市道情況 怎樣增加本身 香港的競爭力呢 如果說我們公子會來說 我們有很多 一元一折等等 也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來刺激他們的消費 進來 又有娛樂 又有很多 我們很出名的公子妹小姐的選舉 甚至乎我們在聖誕的期間 會有一些舞蹈的表演 找到一些新疆的舞蹈員下來 跳舞 香港比較少的 希望可以令到我們香港市民 是喜歡的 也有一些商戶 又推出一些特價的產品 等等 來自己的消費 如果說整體的香港市場來講 我看未來呢 就要看我們的出口 怎樣去下跌 或者明年等等的時間 來增加我們的訂單之餘 就會大黃我們的消費 希望樓市股票那裏可以 好快一點 希望 那會長 其實問一問你 經濟環境和零售銷售的關係是怎樣 特別是 剛才都說了 股票市場真的不太好 財富效應做不到 那麼樓市方面 雖然政府都減了辣 但仍然都真的 市況方面都比較弱 這些影響 對於零售的影響會怎樣 如果股票市場的一個不太好 或者樓市 那會影響到市民的消費的意欲 的確上 心理上 大家都會勒著勒著個荷包 那如果我們 謹慎一點 如果股票市場暢放回 我看未來 對於我們的消費 各方面都會有正面的影響 那希望呢 我剛才說 在明年的 看下我們的 在聖誕新年 今年的聖誕新年的 燒程 那個貨品 如果是儲備 儲存的量 是可以消掉的部分 即是負存方面 負存方面 有助我們的 出口的訂單 可能慢慢慢慢回升 那希望可以 帶動回整體的經濟 甚至乎是 在這個 我們的來銷市場 在我們這個 GBA的裏面 大灣區裏面的市場 我們都希望在明年 開發到更多的 內銷市場 來刺激我們的 內銷消費 那當然 時間都過得很快 我們逆後復常之後 由二月幾開關 到現在 差不多大半年的時間 其實會長 我知道廠商會 即將會換屆 其實會長 你的出任會長期間 這段時間都發生很多事 加息週期 加上 經歷了一個 大家估計不到的疫情 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可以跟我們分享 全部經過 在這三年 三年的歷程 都是很難忘的 尤其是在疫情之間 呼籲市民打針 有疫苗 都非常積極的了 創商會 市民盡快 所以回到我們會 令到很多 我們的會員 都支持 捐助一些產品 鼓勵市民 這個也是非常深刻的 在疫情之中 怎樣刺激 我們的消費等等 這些 生意都難做的 疫後 因為我們經過這三年 可以說是非常充實 也時間過得很快 跟我們的會員 去到大灣區出房 香港 甚至乎在疫後 之後他們 很多省市 都馬不停地 來到我們香港 也都拜會我們 跟我們的會員 對接 接客 怎樣尋找相機 大家可不可以互動一下 我們接待了 整個百多個 各個來自不同的省市 我們出房也都非常頻繁 去到東盟的國家 來尋找一些出路 也都我們在會裡面 跟對方一些會 去到新加坡 也好 印尼也好 跟一些當地的商會 大家來對接 會員對接 希望可以互補不足 來可以尋找一些機會 去發展一些商機 或者當地 我記得 在印尼是一個大的公司 我們希望帶著一些會員 去到 利用他們的平台 可不可以把我們的產品 去展銷 即是銷售出去 銷售出去 銷售到印尼的市場 聽上去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接下來怎樣看前景 前景要看外圍的經濟 香港都是一個出口型的經濟 外向型 外向型的經濟 香港沒有什麼天然資源 只是人力 人力那方面 你看一下要怎樣擴展我們的人才 那個不足 前景呢 我覺得如果外圍的經濟 好轉 加上我們的訂單 會慢慢提升 我想信心 我都是很堪的信心 因為香港 畢竟是一個小型的經濟 如果全世界的經濟起飛 戰事又停頓了 我想我很大的信心 因為香港的經濟 很快會提升 因為畢竟香港是一個小小的地區 特首都說了 我們不要妄自誹謗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希望明年更加好 也希望會長 明年都時事順利 謝謝理師研會長 謝謝